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冬子哥 别睡了 你们家羊跑了 这两个小羊袋子又乱跑 看我抓都不臭力量 你的啊 等我把羊找到了 我再回来找你啊 快去吧 别跑 这片林志我以前怎么没有来过 怎么这边的屋这么大 小羊 小羊 在哪里 回家啦 这是哪儿 我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 迟出竟然有这样的绝世女子 傻看什么呢 冬子 哎 爷爷 什么是你 是我 你 爷爷 我看你最近混得不错呀 那是必须的 你这小羊 我走后 你混得不怎么样啊 是啊 爷爷 咱家那房子都快塌了 咱家那房子都快塌了 两只小羊羊也不见了 我真的找他们呢 没想到在这儿碰到爷爷 要不 大惊喜我跟你混得了 你到我这儿来混 你就回不去了 这么吧 咱们的茅草房里有个匣子 匣子里面有本书 你就拿去看看吧 书 我不看 你这小子 这么说吧 你能把书里面的东西 都学会了 你这一辈子 我就不用愁了 那行 那我去看看 好 出 走 哎呀 是不这本 想不到你这些真长版 都是种口味的 回头我一定好好研究研究 哎呀呀呀呀 不是这本 不是这本 挺好的这本书呀 什么不是这本 这一本 这一本 爷爷 难道是这一本 也不是这一本 那到底是哪一本啊 爷爷 你耍我的吧 刚才记错了 就这一本 这么多文字呀 而且里面讲的都是给积压治病的 你有没有那种快速致富 或者叠戏法什么的 你就不能看看再说嘛 这本书里面这么多文字 他们认识我 我又不认识他们 哎呀 要不你让我学学 刚才那两本 将来我可以做个乡野艺术家 你这小子 怎么不长进呢 爷爷的话 好好读读读读读 爷爷 一定要善用识说 好不容易见一身面 这么快就不见了 也不带我去仙仙体验一下 自己带的美女就逍遥快过去了 你不过去 文字幕志愿者是作词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书有什么价值 它本是一本一书 但是它的内部却藏着 如宝藏般的玄学秘书 它的价值 非比寻常 明的意思说 这本书 很值钱 没错 找到这本书 钱 对你的后半生来说 只是个数字而已 现在的线索在哪里 我们有没有大致的方向 方卫西南 骑山秀水之地呀 找到他 竟然找到书 千万别大意 出了什么岔子 后果你们知道 古代文字中 记载了数千年来 古人对自然界的观测和思考 进入这些文字 就能进入神秘玄妙的时空 探索超越人类认知的宇宙力量 那些散落在乡野间的文字 将会为我们打开一扇 怎样的大门 此书第一卷是诊治之法 介绍各种治疗疾病的草药及药方 不光有人的疾病治疗 也有牲畜疾病的治疗之法 第二卷是一套功法 以图绘形 记载着一套强健筋骨的权术 第三卷记载的是许多星辰方位 风水卦象等树立之学 变化无穷 此卷所记载乃全书之精华 天机不可泄露 唯有识得此书者方能善用此书 我 冬子哥 冬子哥 你快去帮我找个兽医来 我家牛快不行了 什么 你今天弄咋了 冬子哥 你快去帮我找个兽医来 我家牛快不行了 昨天不会好好的吗 我也不知道 就刚喂他的时候就不行了 你快点啊 我还得回去看着牛呢 行行行行你先回去 我拿你的东西啊 嗯 妹咋怎么了这牛 来大家让一下 让我瞧瞧 好 弟子 恭喜你啊 你们家大黄有了 我家牛都快不行了你还恭喜 你是不是人啊 还冬子妹子着急 你就别说风凉话了啊 妹姐 这混蛋压根本也好些 逆子 要不 本次谈一段 逆子 你别着急 听我说啊 依我看呢 你们家大黄是给你送宝贝来了 什么宝贝 这眼角糊了一层这么厚的眼神 还有两眼发黄 腹部又这么胀 这分明是出了牛黄的真兆 你也别找兽衣了 你去找一个宰牛的 给大黄来一道痛快的 然后把牛黄取出来 需要到县里面去卖个好价钱 改成一下生黄 牛黄是什么呀 我跟你说啊 这牛黄可比黄金还值钱呢 听我的 赶紧把牛宰了 算了吧 冬子哥 就你那点文化水平能看出来什么呀 我还是找个兽衣吧 再说了我爹娘都不在家 我也做不了这个主 女子啊 我可跟你说了啊 这大黄再拖一会 牛黄就花一分 到时候你啥好处都没来到 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会不会看啊 不会快一别两块去 妹子啊 离咱们村最近的时候也有十里低啊 那既然冬子这么肯定 咱们就信她一把 那梅姐 我现在就去找个宰牛的师傅吧 快去 二妮子家的老黄牛 据说卖了大价钱 具体卖了多少 二妮子只是偷偷告诉了张震东一个人 整整卖了十二万 二妮子家一下子窜成村里首屈一指的万元户 冬子也因此一炮打响 成了桃花村方圆二十里内唯一一个兽医 情字里面的你 是不是需要多一点毅力 要坚定 稀里稀外不同言译 是否呈现出另一个自己 我去幻里唯一 试一试追求另一种美丽 要勇气人生中最精彩的戏 像是面对挑战永不放弃 Let me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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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self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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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self 自信总是不会认输 Let me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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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self Let me sing a song 一首歌唱出你我的幸福 Let me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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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self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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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self 姑娘 你去哪儿呢 我想到前面的镇上去 我可以上上你啊 真的吗 那再谢谢你了 好 我能骑下这摩托车吗 你可以吗 以前骑过 好 来 给你试试 太好了 谢谢 小心 小心啊 我帮你拿包 谢谢 这里好 好 慢一点啊 冬子哥带给你们来个更厉害的妖妖 要 那你们身上有什么东西啊 冬子哥 我有这个 十块钱啊 十 行 十块钱变剩十块好不好 好 好 哇 好亮好亮 再来 再变多一点好不好 好 来 我的钱呢 你把钱还给我 你听我说 你的钱变成小鸟 非洲 你把钱还给我 别吵 还你 不是十元 是四十元啊 你别耍赖啊 我就拿你十块钱 回去回去 都散了 都回家了 大骗子 我们走 你才是骗子 冬子哥 你那戏法在哪儿学的呀 没有 我自己瞎琢磨的 哎 你要喜欢 哥再跟你变一个 看什么看 有什么好看的 他都是骗人的 妮子 跟三哥去全里玩 我家里还有活呢 先走了 冬子 我只有一百 给我编个四百出来 哎 别 三哥 我可没那本事 我要回去喂羊了 我先走了啊 叔 没事吧 啊 没事 我来找你 哎呀 冬子啊 你这是笔画啥 没有 我一个人在那里瞎笔画 晚上要没事 来休假 你去喝两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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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继续 继续 好好好 哎呀 看着这山村里瞎砖 这山沟里 除了山鸡 就是野兔 值钱的东西 哪能再这样 别他妈给我废话 你们懂个球啊 看这山势走向 必定是聚气之地 老大说了 那本书就在这儿 把人给我定好了 啊 是是是是好的好的 你们别光顾着聊 冬子 多吃点啊 嗯 你们别光顾着聊 冬子 好 吃吃吃吃吃 叔有个事想问一下你 说您说 逢客气 这一段时间啊 我晚上起来杀鸟 都要超过三次以上 而且做那事 特别不给劲 最慢三十秒 最快三秒 哎 说这个情况 你看有什么办法 有 你要不要试一下 哎 出来 把衣服脱了 哦 冬子啊 你准备 怎样是啊 真究 我保护你今晚快活试试先 好啊 那我们快来开始吧 嗯 来吧 哇 冬子 你要干嘛 你拿这么大的针 你等我这是牛皮啊 哈哈哈哈 叔啊 这又不是给你的 今天天肖美姐托我 帮她做几个锥子 哎呦 早说 你一下子拿出来 吓死人了 哎 怎么了 冬子 你 你 真的冬子吗 叔你要不信我 我走了 哎哎别 我信 信 那来吧 哎 你 下手轻一点 啊 行 哦 啊 哦 哦 哦 这死老头子 还让不让人家吸我 挺高的黑 你就 哎呀 啊 你感觉不错吧 舒服 你在干嘛呢 吵吵嚷嚷嚷的 冬子 我跟你总之有事商量 你先回去吧 嗯 先先闹走了啊 走啊 走啊 哎呀 老婆 哎呀我现在有感觉啊 快 来感受一下 你奇傻呀 你不就三十秒吗 我今天晚上 要三十分钟 嘿嘿 来来来来 就要咱俩 这一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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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子哥 你咋 给你个水果吃 好 甜吗 嗯甜 我家老蒜能种的 能不甜吗 净乱说 谁是你老蒜 嘿嘿嘿 嗯 等一下 妮莎 给你 谢谢 妮莎 等我家的小羊长大以后 换了钱 我带你去城里面 过几天 我才不去呢 我爹说了 城里面的诱惑太多 男人去了 人回来 心也回不来了 你看我们村那几个 天天去城里玩的 没几个好东西 啊我说妮莎 我是说啊 带你一起去 我保证不变坏 我向习主席保证 等我有钱了 把钱全部都交给妮莎 现在就是个坏蛋 走吧 臭小子 你现在很奴婢啊 啊 整个村里的人被你忽悠的团团转 你还敢抢我三爷的女儿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 今天好好教训一下你 给我死你打 走 你给老子长点进行 我们走 哎 公子 你去干嘛呢 啊 小妹姐 没事 又刚才村头那边路滑 摔了一跤 没事我先回家了啊 别躲了 我全看见了 我家里有些好的药油 跟我回去上点药 过两天就好了 那你跟我把衣服拿回去 我换给你 好 好吧 公子快进来 快坐这儿啊 快把衣服脱了吧 我给你擦点药油 啊 不要吧 这两个小时还是我自己来吧 你害什么羞啊 我一个人住 你看看这脸上 青一块紫一块的 疼不疼 哎 我轻点啊 他们下手怎么这么重啊 又是村里那几个无赖打的吧 没事了啊 没人 你的手真软 这轻轻一擦的 比药油还管用 呀 现在嘴巴还变得挺甜的嘛 是不是 这嘴上犯了错 所以还得打 疼 这里疼 我就捏 看你敢不敢乱说话 好了弄好了 过来这边坐吧 东子啊 你知道这些年呢 我都是一个人过 你看 这屋这么大 我胆小 而且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 我换衣服的时候 我感觉有人在看着我 溜了 这是什么呀 我有办法了 没事了 小薇姐 以后不会再有人偷看你了 东子 你咋会这些呀 嘿嘿 我爷爷给我留了这本书 上面记得 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都是站在上面学的 我刚刚呢 在你的房间里面 布了一个 酒工飞行局 酒工飞行局 嗯 可以帮你 消灾避邪 那真的太好了 哎 东子 以后都来找我说说话 好啊 我给你做好吃的 嗯 明天要赶急了 你啊 给我带点那个土货去卖了好吗 行 那美人姐 我先回家了啊 好 我送你 来 我看看 我来俩 你 这呢 我让你来 我来 都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习惯傻傻扮演小丑 沉默在枝风悄然溜走 微笑假装自己 彩头足够 就算分开在下一个路口 泪湿了枕头 蝴蝶飞不过 沉海尽头 大哥 这女的什么人 咋这么值钱啊 这模样也造得好啊 少废话 把人给我绑了 送过去 老板一人给撒满 好 得嘞听大哥的 兄弟们正盯着他呢 都准备好了 天一黑就动手 听见没 哎大哥这人咋整啊 是他一边给我绑了 都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了 开车 你们是谁 干嘛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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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绑大 他们好像绑架了我们要找的人 什么人那么大胆 他们抢在我们前面绑了 跟着去看看 快 不然这几天就白费了 快 三哥 我们好像有我们跟着我们 那么好了 坐好了 把他们俩给我包啊 快点快点 别跟丢了 跟紧点 跟紧点 你们几个不就是想要钱吗 把我给放了的话 我一人给你们五万块钱 五万啊大哥 大哥 你之前还多两万 多什么多 多一点钱 就能破坏咱们的规律吗 你们出去吧 是啊 今晚裴哥好好爽一爽 晚上我就把你放了 你不要乱来 你要是敢乱来的话 我家里人是不会放过你的 别激动 今晚有的是时间 咱们好好玩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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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鬼地方 哪来这么多伤心啊 你们干什么呢 不要过来啊 三哥三哥 有人来了 就你们几个三爷小流氓 也敢学电视剧绑架 又喝啊 你们什么来头 敢在我三爷的地盘撒野 兄弟们 上 好 喂 你在哪呢 快点过来帮我解开身体跑啊 我被绑在柱子上 怎么帮你解开啊 你过来 哎呀 这边这边 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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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这三爷怎么到处了吗 大姐 我看不见 但不可命 我在看不见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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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那边 大哥,他们好像掉下去了 我看不到 叫人来找啊 哇,这么好看 怪不得会招惹坏人 你干嘛 离我远一点 仇伤恶学初刁明 说的一点也没有错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的 谁是刁明啊 小爷张震东 昨晚要不是我救你 你能跑得出来吗 呃 是什么鬼地方啊 也不知道离最近的车站有多远 这车站倒是不远 但是我想 那话人估计也在那个车站等你 我建议你呢 到隔壁小镇去坐车 隔壁小镇 怎么走 你往前走山里路 然后路过一个山头 穿进一个林子 然后你会看见这小河 你会沿着小河 再走五里路 然后右转 就差不多到了 呃,这么复杂 那个你看啊 我又不认识路 这后面还有人追我 你能送我到镇上吗 不行 我家里的羊还等着我呢 我走了 哎 我问你啊 这人重要还是羊重要啊 小姐 我在把你送回家 我家的羊多饿死了 就换不了钱 娶不了媳妇了 你 你那些破梁值几个钱啊 这样吧 你送我回家 我给你二十万 二十万 是啊 看什么啊 大不答应啊 行行行 既然这么危险 我还是有责任送一个 单身女子回家的 不过到处你别反悔啊 哎 行了 赶紧走吧 离开这个鬼地方 走啊 哎哎 您怎么称呼呀 刘月香 这名字挺好听的 哎 我叫冬子 你叫我小冬就行 我怀念那些 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 我怀念这一路上 哭着微笑的样子 我知道幸福不是一件 很容易的事 所以更让我 我珍惜维持 直到她终于取代了你 右边的位置 你不用抱歉 不用切实 说我很懂事 我眼角 带我伤心和喜悦的枯枝 还比你更明白爱那个字 你只是轻轻问了一下子 我赌上一辈子 在我心里永久刻上了你的名字 总在一路见识 有习惯的遗事 是我身后丢不掉的影子 还只是轻轻来了一下子 放逐我一辈子 做个在爱情里流浪的野孩子 教我学会坚持 又懂得了自私 不再提不再提 那个 看你年纪不大 还懂这些呢 嘿嘿 懂一点 我们山里虽然穷 但是什么都有 一小动物要生了病以后 就会到林子里面 找些花草植物来吃 山里的仙人呢 就会把药材全部采回去 然后分好了一边 就成了我们治病的药材了 你说得这么专业 之前在村子里面 你都干些什么的 我跟你说呀 我可是我们村子里 方圆二十里内 唯一的一个医生 你 医生 算了吧 我才不信呢 不信 不仅我是医生 我爷爷也是我们村子里面的医生 说得跟真的似的 好了 嗯 嗯 来 小心 月下 你饿了吗 早就饿了 那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好啊 有什么好吃的 烤地瓜你吃不吃 吃 好 我再去弄点柴火吧 好像不太够 行 那小心点啊 好 走 月下 月下 怎么了 不知道 被什么东西咬了 来 不危险 来 啊 啊 小心 行了行了 哎 痛吗 还痛吗 又麻又痛 啊 你干嘛 你的脚被死咬了 我得尽快把毒液给吸出来 不然你这条嘴就废了 啊 这 忍一下 啊 轻轻一点 啊 你忍一下 我去拿点草药给你 嗯 没事吧 哎 老他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 那叔在春宁一个穷小子手上 既然查到了赶紧给我带回来啊 那个穷小子跟那个女博士在一起 因为另一伙绑匪在讨论 把他们跟丢了 我已经招呼不少兄弟在山里面找了 他们准跑不掉 废物 几个绑匪都搞不定 既然知道书的下落 那就让我来吧 看来你这个小医生还是有点用处嘛 救了我一命呢 大病我不敢说 但是村里面的小病小痛 我还是可以搞定的 这么说你以前读过书 对啊 我读过我们家里的一本书 是什么样的书可以给我看看吗 行啊 这书里面有很多字我不认识 因为你帮我看一下 是否也帮我讲一下 冬子 这可是一本珍贵的古本 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啊 真的吗 这本书里面的字我真的不多 可我总觉得这本书 好像是我爷爷提到过的 也像爷爷有一件事求你 帮我找一个人 那爷爷想让我找的是何方神兽啊 这个人呢 他的道名啊 叫做清风子 家里面的世代从医 他跟我说过 他这一生所学 全在于他们家流传几代的一本古书 这本书啊 包罗万象 价值那是不可估量啊 爷爷你说的那么多 那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爷爷老了 记不住了 就知道 他住在一个 好像叫桃花村的地方 好 我回头给你打听一下这个村 你可一路上要保重哦 哎呦 我又不是第一次出远门了 东子 这本书是你们家的吗 清风子是你什么人啊 这本书是我爷爷给的 清风子是谁我就不知道了 我爷爷说过 他的朋友清风子有这本书 那清风子 就是你爷爷了 他老人家现在在村子里吗 你问得真不巧 他去年就去世了 对不起 真是太遗憾了 我爷爷还千叮万主 让我四处打听 一定要去拜访你们 他跟你爷爷 曾经是朋友 我爷爷以前也没跟我说 家里还有你们这样的成女朋友 他要是早跟我说 我就和他去找你们了 这样我也不用在村里面天天放羊了 我们一起回去吧 我爷爷一定很想见到你 我身上的钱不太够买车票的了 你闹还有吗 我看一下 加上我这钱也不够啊 有了 到里面玩几局就有钱了 走 走 美女 三千块跟我打一局 你有钱我还不愿意玩了 不打这局 休想走出这道门 看来 你还得多打一局呢 开球吧 兄弟 走开 我喘 走 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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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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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了 贏也罢 输也罢 但这个场子 我说了算 这么热闹 真是难得一见的高手啊 美女 陪我玩一局 一万一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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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我也没钱 你身上不是有本书吗 把书给我 值钱我就不要了 那本书都不值钱 要不你先帮我们回去 过两天给你 你 快点给我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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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给我 给 给 给你 给你 好 好 不值得 不值得 这就不值得 你 你能把我怎样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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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走 那么珍贵一本古文书 就这么没了 太可惜了 那本书里面的这太难忍了 反正我都不想学了 正好有人喜欢就送给他呗 要不我们一起杀回去 把那本书抢回来 还回去啊 再回去只能找找 我不回去 我们一起回去吧 你知道那书多珍贵吗 你 这本书为什么还在这里啊 我昨天给他的是另外一本珍账版 老大您要的那本经书已经到手了 还是您有手段 我倒要看看这本书和玄妙之处 我虽然没有见过这本书 总模之一这本书吧 他妈的 这小子竟敢屁股 我 这小子竟敢屁股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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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宝们 我要结束自己的乡村之旅了 这边 哎 帅哥你往后去一点 怎么了 你挡着我的直播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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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直播 什么是直播 大家小心 前面可能会有点抢劫的了 你该不会是光丁换人遇到打劫的了吧 荒郊野里还遇见劫匪 今天可遇到点小刺激 这不是打劫 是前几天抓你那些人追上来了 那怎么办 怕什么 他们要赶上来 我们继续跟他们反抗 兄弟 别动动 给点钱就算了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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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怎么办 关门 再不开门 老子打烂你怎么撤 大哥 大哥 去去去 老老实实做好 闭嘴 你们两个 给我下车 不关身上其他真的事 你们不要乱来 我们下车 下了 快点 快点走 快点走 快点 快点 要不我们一起去帮他们吧 刚刚你们不还说要集体反抗劫匪的吗 怎么现在都没有声音了 帅哥 走 你一个大胆人长这么壮 一起去帮他们去 好 你先去 我马上就来 好 我先去 你快来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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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快点 别走 小子 把女的留下 你可以滚了 查现在是我老板 本人说血液不精 但是对付你们几个 还是绰绰有余的 一会儿挡住他们 你就往那边的小树林跑 你们听到没有 他嚣张得很啊 说要对付我们 是你们几个 怎么样 害怕了吧 你小子再不给我滚蛋 看来今天是冤家巨头 走啊想躲都躲不了了 来吧 给我笑 你还在干嘛危险快跑 我不要 站住追追他 快 帮忙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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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山里信号不好 现在直播继续 真把劫匪打得落花流水 太帅了 白山记住了 东哥我从今天起 就不再次传说了 帅哥 你太厉害了 你能教我武功吗 教你武功 对啊 我从今天起 你要是教我武功 你有什么愿望 我都可以满足你 别 我可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哦对了 我可以让你成为超级网红 诶 那个 超级网红是不是可以赚很多钱 比我放羊还有前途 对啊对啊 比放羊有前途多啊 怎么样 我考虑一下 还考虑什么呀 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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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我远点 你们城里的姑娘怎么这么执行 张正东 你快点啊 我先回去了 诶 师傅等我 快点 我怀念那些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 我怀念这一路上哭着微笑的样子 我知道幸福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所以更让我珍惜维持 直到它终于取代了你右边的位置 你不用抱歉不用切实说我很懂事 我眼睛带我伤心和喜悦的枯致 还比你更明白爱那个字 你只是轻轻为了一下子 我赌上一辈子 在我心里永久刻上了你的名字 总在一路见识 有习惯的仪式 是我身后丢不掉的影子 还只是轻轻来了一下子 放逐我一辈子 做个在爱情里流浪的眼泪子 师傅 这座城市五彩缤分 不要闹吧 确实热闹 在我们山里面半天见不到一个人 今天我算是开了眼界了 等会吃完晚饭 我带你们去一个更好玩的地方 什么地方 这座城市最顶级的夜场 什么是夜场 反正很好玩了 而且它是我的主场 去不去 他是我老板 他说了算 去吧 好吧 哎 师傅 你有没有去过酒吧 乡下 乡下哪有什么酒吧 啊 原来是你的第一次啊 我跟你讲 这里的美女友的是 你要喜欢的话 我给你找几个 陪你喝酒 陪酒 对啊 不陪酒呢 那你还想干点什么呀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这酒还挺烈的啊 比得上我们村那个八国酒 师傅 师傅 这一酒可是威士忌 它的酒精浓度 可比你家的包裹酒 不知道多少倍呢 能不练 练是练 咱这味道不咋的呀 不咋的你还一杯一杯的喝 不难受啊 我不难受 我口渴 我跟你们说啊 我对酒量呢 在村里面还算得上马马 我觉得伴你为师 是我这一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 别啊 我还没答应收你为徒呢 来来来 师傅 我跟你们唱首歌吧 祝祝信 我 你 说 他 是我 也 我 我 你 热心风的人带起一场梦 别忘了一个吻 亲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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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来来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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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来来 ون面的故事 有好拜拜 没有 Maar fruits 人真的是able 你会épini 奇怪 来来说 美女人 摔那眼将 Rabbi 你距起来 啊 这不是杰哥吗 这是我朋友 等会我过去订你一杯 好吧 女朋友都是我朋友 jest中国人的朋友 来 朋友跳个舞 不过分的 我猜今天可能在这里小有名气 你可别太过笨啊 谁让你说话啊 走 打招 天天 你就陪我 陪你 你是什么呀 你不是小恶心我了 你脸不悦人是吧 你那是谁啊 英雄就美啊 你们这帮男的 怎么回事啊 这么对待一个小女孩 快点道歉 对我道歉 你哪是有病是不是 小儿子你放开我们杰哥 小儿子你放开我们杰哥 对我弄起他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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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小心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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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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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伟丁 我来接你回家 我来 准备几个别闹事啊 别闹 别闹 爷爷 爷爷 回来了 不容易 不容易 妈 没事吧 平安回来就好 没事 妈 没事了 爸 对了 我这次能够平安回来 全靠他的帮忙 张正东 多亏这位小哥 他可是咱们留下的恩人啊 他救了香香 你们做父母的 可要好好感谢他一下 小伙子 谢谢你救了我女儿 是啊 多亏了你小伙子 你救了我女儿 以后有什么事情 尽管开口 大家别客气 对了 爷爷 你让我找到清风死道长 他就是清风死道娘的孙子 你见到道长了 他现在生意怎么样 他 爷爷 他老人家已经现世了 想见他又迟了一步 这样吧 你在我们家休息几天 好好乐于他 好吧 行 现在天气已经不早了 大家先回去休息吧 明天我还要跟他 好好聊聊呢 行 行 走走走 走吧 老师 老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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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园子可真特别 一三半岁 自从进到这个庭园 体内就感觉到真气涌动 精神倍增 看来这家主人一定不一般啊 都不一样 你不能够 要有什么 可以 若虾 姐 这么早你是要去哪儿啊 爷爷让我请冬子喝茶 我去叫他一下 哦 我正好呢有几句话想问你 怎么了 姐 这次你带回来的那人 吐你吐气的 看上去也没什么本事 她真是爷爷朋友的孙子 是啊 该不会是 看上了你这千金小姐 想叛个亲戚吧 姐 我的好姐姐 你放心好了 那个小土鞭 我怎么可能喜欢她 好了好了 不需要操心 我先去叫她 免得爷爷久等了 我们改天再聊 好 去吧 嗯 冬子 这么早就开始练功了 我爷爷叫你去喝茶 啊 你们城里这么早就喝茶呀 我肚子有点饿了 放心好了 点心都给你准备好了 走吧 好 哇 月香 你们家园子可真大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 这园子里面啊 好玩的地方可多了 小桥和房子建的可真好看 跟画里面的一样 桌子里面真的快活是神仙啊 你这进城才几天呢 说话的功夫大劲不小啊 多亏月香老师指点 嗯 月香 有个月 秀不秀的 月香的 在那儿 爷爷 哦 月香 哎 冬子 爷爷 我问你啊 在我这家里住 还习惯吗 嗯 特别习惯 这里山好水好 空气又好 我很喜欢 嗯 那就好 那就好 爷爷啊 我看你身体不错呀 这园子里面的风水 不一般啊 哦 小兄弟 嗯 你 也能看出我们园子的风水不一样 啊 我在书里面学的 啊 我只学了一些粗浅的皮毛 还是月香老师给我指点的呢 爷爷啊 他说的那本书 就是您跟我提过的 《清风子道长》那本古书 哦 我也看过那本书哦 那确实是一本 包罗万象的古本 特别是其中记载的 玄学奥秘 那更是深不可测的 对了 爷爷 他说 您和我爷爷是朋友 我和你爷爷 真是好朋友 哦 来来来 我给你讲讲 啊 这呀 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了 当时 我还年轻呢 在一次泥石流中 我从乱石中 救出了一位道士 一年后 他登门拜访 为了答谢我的救命之恩 他 在我们家 布了一个独特的阵法 哇 啊 爷爷 你的意思是 我们家院子里面 有一个风水阵法 对啊 在哪儿 好 我呀 带你们去看看 好 走 走 这个 就是我们刘家的风水阵法 我们刘家这么多年顺风顺水 道长功不可没呀 后来 他云游四海 我多次想找他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这不 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 前些日子 我听说 他隐于相隐 从一行善 我从心里感谢他 哎 现在 既然道长把书传给了你 也像 你要帮着冬子 尽快读懂这个古书 用好这个古书 放心好了 爷爷 这样 才不辜负 仙人的遗愿 好 你呢 带着冬子先看一看 我到书房给你们准备茶 一会儿 到书房去喝茶 好 看来 我爷爷对你印象还挺好的 他很少跟别人说起以前的事的 你们家人啊 对我都很好 回来到这园子以后啊 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和书里面说的 也很有体会 我现在想进井 好好想想 好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嗯 好 对 我不得了 你 能参加 你 要走 而打扰你ıld Saul跟他 他要走 faktiskt こと 希望 啊 没有 瞎练 瞎练 行了 没时间跟你废话了 今天 你要是把书交出来 我可以考虑让你速度地走出去 不然 不然怎么样 我让你爬着出去 等等 我把衣服脱了 给我死里打 我把衣服脱了 也有的书中提过 既然是自然的一部分 也是人的一部分 人只有与自然之力相结合 达到天人和一境 才能激发出功夫的强大威力 我一定要利用刘家贼风水相聚的灵气力量 战胜这个人 小子 你把衣服装出来 一样 一样 站哪儿 这本书 你也不要 给我等个小子 走 爷爷 这几天打倒了 我们是一家人 何必客气呢 张先生 这里面有五十万 是我们一点小心翼 这个我不要 一开始 我送月箱回来 是为了钱 可现在 我见了大城市的生活了 再说 你们对我这么好 这个钱 我不能要 张先生 那你有想过 要留在大城市吗 我们可以为你安排工作 不用了 我祖祖贝贝都是农民 我不习惯大城市 我想回到乡村 娶个心爱的姑娘 在小山村里面逍遥自在 你留在大城市 有了钱 娶媳妇 岂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不 在哪里生活 都是生活 再说 我们山里面 山好 水好 空气好 而且 那边是身我原我的地方 我是不离离开的 好 年轻人 守得住本心 这可是最难得的了 哎 岚江啊 你 酒局高位 更应该像这个小兄弟 学习不忘初心的心态 心态 成熟了 就能在体质内 如鱼得水啊 你说是不是 对 爷爷 时间不早了 我得出发了 那我们送送他 嗯 爷爷 你们留步吧 我回去了 一路保重啊 你不送送 对 月翔 你最懂这本书的价值 我把它送给你 可这不是你的传家之宝吗 我已经把它全部都记在心里面了 希望有更多的人喜欢他 拿着吧 好 那我走了 有时间来我们山里面玩 一路平安 别忘了 有时间了 有时间来了 你才会 祝福 有时间 stealing 取得 他 人 师傅 我们这是太有缘分了 你怎么来了 你准备去哪儿啊 你不是要答应见我胡的吗 我还真想去找你呢 没想到这里碰到你了 那个我不是秋武功的 我只是一个乡业小医生 那我要跟着你去 你去哪儿 我也去 师傅 好 走 我怀念那些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 我怀念这一路上哭着微笑的样子 我知道幸福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所以更让我珍惜维持 直到它终于取代了你右边的位置 你不用抱歉不用切实说我很懂事 我眼睛带我伤心和喜悦的枯致 还比你更明白爱那个字 你只是轻轻为了一下子 我赌上一辈子 在我心里永久刻上了你的名字 总在一路见识 有习惯的意识 是我身后丢不掉的影子 还只是轻轻来了一下子 放逐我一辈子 做个在爱情里流浪的野孩子 叫我学会坚持 又懂得了自私 不再提不再提那个名字 最孤单的影子 直到它终于取代了你右边的位置 你不用抱歉不用切实说我很懂事 我眼睛带我伤心和喜悦的枯致 它比你更明白爱那个字 你只是轻轻为了一下子 我赌上一辈子 在我心里永久刻上了你的名字 总在一路见识 有习惯的意识 是我身后丢不掉的影子 还只是轻轻来了一些子 放逐我一辈子 做个在爱情里流浪的野孩子 叫我学会坚持 又懂得了自私 不再提不再提那个名字 最孤单的影子 你只是轻轻问了一下子 我赌上一辈子 在我心里永久刻上了你的名字 总在一路见识 有习惯的意识 是我身后丢不掉的影子 还只是轻轻来了一下子 放逐我一辈子 做个在爱情里流浪的野孩子 叫我学会坚持 又懂得了自私 不再提不再提那个名字 最孤单的影子 从真正中的影子 我爱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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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